我不知道為什麼國民黨一直以來 不是只有國民黨 還有民眾黨 一直以來都不想讓我講話 所以我只好常常記者會來跟他聊天 程序的時候就把我的案子退回去 提案說明的時候也不會讓我上去講 然後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我要講話然後就變成散會 昨天這個所謂的廣泛討論 廣泛討論我記得是嘉賓委員先講 現在請鍾嘉賓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然後四搖委員 現在我們請登記第三號 吳思堯委員發言 我就是第三個 然後我正要上台的時候呢 他們就要表決說要停止討論 謝謝吳思堯委員的發言 包括院會 現有國民黨黨團提議停止討論 這跟我在這個司法法治那一次 我說我要會議詢問一樣 他們就準備要表決 然後要沒收我的會議詢問 我是不知道三分鐘的發言 到底是能夠造成多大的傷害 但他們顯然很不喜歡我發言 後來好不容易輪到我發言了 結果我在台大醫院了 我們請登記第四號 登記第四號 我叫沈柏洋的發言 我要找到沈柏洋委員發言 沈柏洋委員 沈柏洋我們算一位 所以我要說當韓國瑜大喊 的時候你在台大 對 他的確肩肩頸有點發言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們非常可惡的一個地方 我那時候有轉頭跟民眾黨的這些委員講 你們現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們做的事情是在沒收立法委員的發言權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廣泛討論的時候 藍白就是剛剛講他們最高機密的那個條文 還沒有給出來 也就是我們連條文都還沒有在手上 結果你連廣泛討論都要沒收 然後就要直接進入到逐條討論 這是非常詭異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去跟民眾黨的委員講說 你們真的不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說真的看起來就是無動於衷 我是眼睛對著黃國昌講 但是他是一個眼神非常默然的看著我 所以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髮條都沒有在手上 然後你就要二讀 這個要怎麼做討論 更誇張的是什麼 後來進入到職權行司法的那個竹條討論 竹條討論的時候我就說 欸 條文啊 條文才剛拿到 現在進入逐條討論 然後才要一個人發言 你就準備怎樣呢 就準備要沒收了 這樣怎麼可以呢 那時候陳鈺貞委員就講說什麼 他說沒有啊 現在已經進入到第二條啦 因為螢幕上面寫 質詢行司法第二條 第一條已經討論完了 這很明顯他完全沒有在看 因為我們修正式修第二條 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表決什麼 也不知道條文長什麼樣子 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那他當天他還一直在講說 我們是輸不起 我要告訴大家 我在醫院的時候 我還是想要回來 誰都知道我們表決會輸啊 誰不知道我們今天舉手表決會輸掉 但問題民主就不是只有表決 民主是討論之後才表決 討論之後你可以讓你的聲音出來 你或許可以動搖對方的意志 你可以送你的訊息給這個民主 這個才是民主的真諦